- 哇 哈囉 大家好 來 各位觀眾朋友 今天真的是邀請到我們的重量級的來賓 我們的廖偉智老師 - 您好 老師好老師好 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很榮幸耶 平常都是在這個電視上看到你比較多 - 我很少上電視 沒有啦 就是說如果能看到的話 就電腦裡面看到你 - 喔對對對 現在都是YouTube - 我剛才都是唱歌的時候 - 看到前面這個明星要唱歌之前 - 看到下面的作詞作曲 - 名字就會看到你 - 看到你的名字比較多 - 而且我覺得今天當面看到老師 - 我覺得先不要討論歌曲 - 我現在很想要請教老師 - 真的 你怎麼保養的 - 怎麼看起來比我還要 - 年紀看起來比我還要小 - 可能我們做這個木工的工作都長期 - 都在室內 - 長期在室內 - 比較少出去 - 比較少曬太陽 - 對對對對 - 看起來感覺怎麼樣都才二三十歲 - 不可能吧 - 也沒有什麼皺紋 - 然後皮膚又很白 - 有啦有啦 - 老師今天來到我們的天涼衛星電視台 - 真的是非常的榮幸 - 來這一次舉辦這個我們 - 百福娛樂天涼百福金黃獎的總決賽 - 是 - 那老師在這個比賽大概是怎麼樣可以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 - 這個比賽是因為我當初窗裡百福娛樂 - 是 - 然後想要網路就是 - 這個我們全國被埋沒的優秀的歌唱人才 - 各路好手 - 希望可以發掘一些真的不錯的人才 - 我們可以來栽培 - 甚至給他一個很好的製作品質 - 大內高手算是老師要栽培一些素人歌手 - 想辦法把他捧紅 - 讓更多人聽到他們的聲音 - 對 因為現在是網路的世代 - 對 對 - 我想有很多的歌唱比賽的高手 - 其實都不太容易進到唱片公司 - 很難啦 - 尤其現在CD不賣 - 唱片公司幾乎也不簽新人 - 但是因為現在是一個自媒體的時代 - 你說FB啦 YouTube這麼的興盛 - 對 - 那變成都是一個素人 - 自己出頭一個最好的機會 - 喔 真的真的 - 對 對 - 老師等於說幕後推手在幫忙大家 - 更容易有這一個 - 給大家曝光的這個機會 - 對 這個是應援機會 - 真的真的 - 老師真的是很厲害 - 老師不只是製作人 - 以前一開始就是先是當歌唱老師 - 還是先從製作人開始做曲 - 我最早是從寫歌 - 從一個作者 - 對 - 然後當製作助理 - 然後才有機會製作唱片變製作人 - 對 - 那交唱歌是這兩年的事 - 交唱歌是這兩年 - 所以一直以來都是先做製作人 - 對 一直都在幕後工作 - 老師你在做製作人做了幾年 - 其實我很年輕的時候 - 你現在也很年輕 - 現在有點年紀 - 現在也很年輕 - 其實我剛退伍的時候 - 那時候台語唱片鄭興盛 - 是我當初在明冠唱片當製作助理 - 那個時候就陳奕隆 - 陳奕隆 - 當紅的時候 - 那個時期 - 周國英雄 - 對 那個時期 - 但是那個時候 - 因為我很年輕嘛 - 對台語歌就只有覺得一個慫字 - 慫字啊 - 覺得台語歌很慫 - 就想到陳奕隆 - 其實有很多的寫歌跟製作的機會 - 我那時候沒有把握 - 對 - 就只想只挑國語做 - 喔 這樣 - 所以相對的 - 因為我們那時候 - 那時候明冠唱片是國台語都做 - 因為我還是一個製作助理 - 當然老闆也願意給我機會 - 只是我沒有去把握台語這一塊 - 喔 這樣子 - 後來就是因為在明冠唱片 - 跟了很多製作人學習 - 認識了很多的製作人 - 對 對 - 那這些製作人呢 - 後來在製作很多的唱片的時候 - 嗯 - 然後有提拔我 - 讓我寫歌 - 嗯哼哼哼哼 - 所以這樣一路上 - 我一共寫了三十幾年 - 三十幾年了 - 你看老師寫了三十幾年 - 有幫多少大咖寫過 - 你看這個我們剛剛講到的 - 現場送給你就是我們的蔡小虎 - 蔡小虎 - 朱友王是一哥的 - 一姐的張秀卿 - 張秀卿 - 對 - 對 - 還有莊正凱 - 蔡小虎的外甥 - 對 - 她的侄子嘛 - 是 - 也是啊 - 還有很多啦 - 很厲害的歌手 - 老師都有 - 紅龍鴻也是啊 - 也是第一把笑意 - 好好 - 這些我覺得你該寫的 - 都有寫到 - 他們都是唱你的歌唱紅的 - 欸不敢 - 沒有沒有沒有 - 真是說剛好有的 - 這個比賽老師你看 - 你說你有四場 - 五首歌挑四首 - 對 - 那我們電視台這樣子 - 連續四個禮拜這樣子 - 這樣播出來 - 老師你覺得這個 - 這個精采度你覺得 - 欸我覺得今天 - 大家不妨聽聽我的講評 - 就是說 - 因為我在從初賽開始到 - 一直到現在 - 是 - 因為那麼多參賽者 - 我無法依獎評 - 那相對的這次 - 我們從四百多位 - 然後精選到目前的二十位 - 那有些人被淘汰 - 我相信他的心裡有一點 - 不知所謂 - 為什麼我唱得很好 - 為什麼我被淘汰 - 就沒有時間講評 - 我沒有時間講評 - 但是也許今天聽 - 大家聽聽我對這最厲害的二十位 - 講評了之後 - 也許他們的問題就是你的問題 - 哇等於說免費上課就對了啦 - 應該說平常我們在錄音室 - 你看像我面對這麼多優秀的歌手 - 大派歌星 - 蔡小虎 - 蔡小虎 - 榮立友 - 這個都很會唱的 - 對 - 但我們製作人的工作就是 - 在這麼會唱的當中 - 我們再找出他的問題 - 然後加以糾正 - 加以引導 - 甚至示範 - 甚至形容 - 怎麼樣唱出我們製作腦袋中 - 想要的畫面 - 對 - 因為一般我們在外面聽的比賽 - 或者是說 - 一些像民視 - 三例半的這個比賽 - 可能都是選手上來都唱不同的歌嘛 - 不會說全部都唱老師的歌 - 而這一次說不但是唱老師的歌 - 而且是這種大家很公平的 - 就是這五首裡面去挑 - 高下就比得出來了 - 其實這次比賽會比外面的比賽更精準 - 更精準也會更精彩 - 因為外面的比賽都是一流的歌星 - 唱出來的歌 - 讓你們去模仿去學習 - 對 - 所以你當然你學習起來的程度會更好 - 但是這次比的都是 - 我們共識剛出來的五位素人的歌曲 - 對 - 那素人的唱功 - 當然沒有個性的基礎好 - 但是我們有經過很細微的教導 - 配唱之後 - 當然也接近個性的水腿 - 但是這樣的學習跟 - 比如說你去學一個江蕙的歌 - 跟學一個我們目前百福娛樂出品的 - 個性的歌 - 相對的 - 我覺得對參賽者來講 - 困難度會更高 - 困難度會更高 - 對困難度會更高 - 對 對 對 - 因為他沒有一個可以聽的一個示範 - 對 像江蕙那麼好的示範 - 他就可以去模仿 - 他可以去模仿 - 那這次等於是有一點 - 你只能模仿一點點 - 但是你必須要自己有創造力 - 你自己要對這首歌 - 要有想法就對了 - 有想法 - 喔 這樣子喔 - 對 對 - 那老師你覺得你這兩年來的經驗 - 還要教過這些學生 - 你覺得要唱好一首 - 像是台語歌也好 - 國語歌的人說你是早期嘛 - 以前那時候才有在講 - 最近近期來都是台語歌 - 對 - 那我們就針對台語歌 - 要唱好一首台語歌 - 你覺得該怎麼樣能夠拿捏到他這個技巧 - 一些美感啊 - 就是說針對一個平常只是愛唱歌的人來講的話 - 其實唱歌是一個很深奧的學問 - 是 - 因為我最近教學生 - 也從學生的口中是在教導當中 - 欸奇怪 - 老師你怎麼教的跟我以前 - 老師教的完全専討 - 欸 怎麼樣是完全専討 - 完全専討 - 其實我們唱歌是要自證腔圓 - 第一個自證腔圓 - 所以我們的腔體很重要 - 嘿嘿嘿 - 那比較傳統的教法會 - 比如說我是要口腔內音 - 頂在善額甚至喉嚨這裡面 - 喔喔喔喔喔喔喔 - 這種的發聲 - 其實這種發聲是比較早期的唱法 - 老派 - 嘿 - 然後也會有點接近聲樂的唱法 - 對對對對 - 那這種東西在唱在流行歌裡面 - 其實是很不適合 - 各個不適合 - 對對對 - 整個腔體的轉換 - 以及 - 嘴唇的運用 - 還有舌頭 - 共鳴的擺設 - 嘿嘿嘿 - 然後包括你對情感的鋪陳 - 不是說有些女生唱太重 - 它就不適合女生 - 除非這是一首無歌 - 嗯嗯嗯嗯 - 你才可以撐下去 - 撐下去 - 不然有些東西你從頭撐到尾 - 就覺得不對啊 - 不對嘛 - 那個味道就不太對 - 怪怪的 - 所以這個其實唱歌跟炒菜一樣 - 嗯嗯嗯 - 要拿捏的剛剛好 - 喔那個味 - 喔 - 那個鹽是多少 - 粗要加多少 - 對對對 - 要鹹的就要鹹 - 要鹹的就要鹹 - 但是這條是 - 請你就要慢慢鋪陳 - 喔 - 要很有味道的 - 慢慢的鋪陳 - 讓它是很俊勇的 - 嗯嗯嗯嗯嗯嗯嗯 - 情感老師 - 你在你的心目中 - 覺得情感是比這個技巧 - 建立在技巧還差不多的情況下 - 對對對 - 情感是比較重要的 - 因為我覺得唱歌是一個靈魂的表達 - 是是是 - 那你就像歌星為什麼有時候唱歌會比一般人好聽 - 因為它比較有感情 - 它比較有感情 - 對對對 - 知道說那個味道怎麼拿捏 - 對對對 - 所以不完全是技巧就對了 - 技巧也很重要 - 技巧也很重要 - 技巧是一個基礎 - 喔齁齁齁齁 - 那老師你覺得這個技巧該怎麼樣快速學會 - 因為有些素人他也是愛唱歌啊 - 是 - 可是他就是一些轉彎性格有沒有 - 還有一些動音啊 - 一些氣聲啊 - 這些東西啊 - 還有一些哭腔啊 - 這些東西你覺得要怎麼樣能夠快速的學會 - 唱歌我覺得沒有一個快速的一個方法 - 好好好 - 就像我在教唱歌我至少譬如說 - 我至少有20招 - 那20招那可能我必須要慢慢的去教你每一招 - 就像你的就像和尚在挑水一樣 - 欸 - 老師傅會先教你每天去挑水 - 為了是鍛鍊你的肌肉 - 鍛鍊你的腳力 - 體魄 - 為什麼每天要在那邊蹲馬步 - 其實唱歌的馬步非常重要 - 底氣要知道 - 對 當你有馬步了之後 - 我再要求你 - 比如說這首歌的基本的馬步也需要三招 - 那我需要你把第七招 - 我教你的第七招第九招跟第十五招拿出來用在這首歌 - 你才有辦法 - 你不用顧那三招 - 那我去顧老師說的這三招 - 後面的三招 - 那才有辦法讓你的歌唱再往上提升 - 才能夠再更精進 - 對 - 這樣意思就是說基本功很重要 - 基本功非常重要 - 底氣要練得知道 - 是 - 這樣我了解 - 這樣就是說 - 其實我們唱歌沒有說這個速成班 - 沒有速成 - 沒有速成 - 所以 - 就不好意思 - 所以一定要先把基本功練好 - 是 - 才有辦法去精進其他的技巧 - 那老師今天真的非常謝謝你 - 那我們這個百福金黃獎 - 這個天良百福金黃獎 - 將會在這個10月4號 - 10月11號 - 10月24號跟10月25號的下午 - 1點到4點 - 是 - 就是老師這五首歌 - 然後裡面來給大家做評分 - 做講解 - 會有詳細的講解 - 所以想要學好歌的 - 想要免費聽老師 - 如何教你這些美美格格的 - 台語歌的 - 怎麼唱的 - 這種的吉卡 - 這些一些基本功 - 一定要鎖定我們的天良衛星電視台 - 是 - 就是我們的選手大舞台 - 然後我們也很優秀的這些選手 - 這些都是老師百般用心的挑選出來 - 能夠最後進決賽的 - 對 - 這個是算全亞洲的 - 因為這是全亞洲的 - 因為這是馬來西亞很多的參賽者 - 國際化的 - 所以大家敬請期待 - 我們這四天 - 大家一定都要準時收看我們的天良衛星電視台 - 算舊大舞台 - 那今天今天非常謝謝我們廖爾治老師 - 謝謝 - 那希望老師的這個活動 - 能夠圓滿進行成功 - 好 謝謝天良電視台給我們這個機會 - 謝謝